苏尚香空间是比较大的 这把我们看一下秀斗的苏尚香 有没有那种空间 我觉得这把空间没有那么大 毕竟是有火舞 主要是这个火舞 蒙田其实都相对还好 张飞也还好 张飞苏尚香不是特别怕 但是这个 这个火舞的话 东黄留个大招就可以了 这把就西盒留大给火舞 不需要他去咬这个蒙田 然后西施 西施去拉蒙田 然后苏尚香配合着 要这种打几波消耗 修斗这把是自己带的进化 没有带闪现 他也知道他自己怕火舞 是的 就如果没有这个火舞 可以考虑像之前那种出天穷 但是有火舞还是带的 比较稳 出天穷的话 就有20分钟之后的事情 太贵了 而且 而且他对线打的是一个李源芳 也非常需要进化 去解掉这个飞镖的伤害 是这样的 就没法唤醒 双方第三局比赛 蓝色方XYG 红色方 西安W 蓝色方XYG 2比0领先 赛点局 我们进入比赛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期待一下牵势的火舞 牵势火舞一直都是招 他自己的一个招牌 是的 其实这个二技能 没有丢到兵 对 没丢到兵 他一开始直接甩出去 想去卡一下人 防止自己家的洞房被消耗 但是清线也没问题 下路帮忙扎一下 看后面两个兵 随着一下能不能吃到 勾枪 只吃到一个 按摩进来 反小野 556也在里面 两组小野全反掉 556还留了一手逞机 那可以用来抢中路的一个核道之灵 是的 非常干净啊 刷在哪边 右侧 当然有逞的话 刷打都没影响 一个一技能接个逞 这样的话张飞就能比 东黄先到四级 现在W可以先出节奏 哎 这下被酷鞋拿到 两边斗智斗勇 张飞再进野区 看事业 无料 这里让这版本的张飞 还是蛮适合他的 打得够凶 翻一下线 上路好像是已经拉了 拉到没有 他这个血量应该没有 不重要 其实三级 其实一段拉配合下 后对蒙田造成不了什么 开大了 直接四级顶上去配合 只有金球强杀 连雪条都没看清 就没了 酷鞋 当时在塔下的时候 他这个状态其实不差的 相近满血 顶到墙上雪条没看清楚 直接消失了 说好的防御塔下的一个保护机制 但是过量了呀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让你25% 我不该在外面逛一下那个 论坛什么的 真的看急了我的 我的我的 我的我的 好吧 这波一下把节奏开出了 只要是他们上路那波约塔击杀 没交闪 赢了两把 有点小飘 好吧 我稍微逛了一下 我的我的 逛逛迷了 下路射手是对平了一下 秀都把自己的进化交掉了 对 冷静冷静 张飞继续骚扰野区 带着成绩 再吃一个小野 跳过去 遭遇到的是林梦的稀释 哎没踢到 但是技能空了 杀的和一全空 现在能量不是很好 自己只能往后退一下 被龙拍了一下 日子快攻不下去了 过来什么都没干 掉血了 这一幕 有点像 是吧 有点像第一把 那个关羽 对 现在是蒙田 暗的位置 然后张飞所处的位置 这个暗怎么打跟蒙田也是这个味啊 这个英雄一般不这么大 这个英雄一般不这么大 看蒙田加张飞这一波 看蒙田加张飞这一波 顶住这一波 大招一开 先往前顶 冬皇有四 太重了太重了 卡在正面去拆这个塔 塔可以退掉了 他能打什么英雄都是这个风格 真的是无私奉献 因为蒙田他自己家 那边的一个对抗路 他还没有往前推呢 没把对抗路推掉 就已经来帮队友了 对 来帮队友建立一个优势 这一波 这个打法是真的需要一种无私的精神 因为他真的会很穷很穷 但蒙田这个英雄你得吃钱 得吃点钱 是的 不然真站不住 上路能推药吗 就是他适当的吃一点 哪怕少吃一点分一分的 再卡再卡 上路的位置要被夏尔顿拦住了 那上路线要吃不到 我这波是大招没有 让他不扯 拉到了 但是发体顶了一下 这边再找护鞋 上路塔还是拿掉了 这不都要往我们拦 上路一波线全被塔吃了 咬到咬到 能杀吗 哇 这一波 哎呀他回起来了 哇 天哪 回头还是被极限收走 小车一个大招 哇 顶盾顾 顾巴顶盾 哎呦 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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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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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拉有点危险 没中这一拉中了牵手就死了 线不是很好 确实都有心很大 有进化攻速写 直接吼了 吊到了 拉回来走一步 走两步 这老水 好好的隔墙 一号就顶到 哎呀 这路线也倒了 两个队段路都换掉了 梁梦好诱惑 都是梦可功劳 不可以是比我强20%上官网的男人 我还以为他是被林梦西施拉到 双向一套给他带走了 结果是自己上头了 今天上头次数还稍微有点多 刚那边有1技能的话可以试试看 稳住稳住 后面两个后面几个核心 九月九月有输出 斗子有输出 按这个项羽打法的蒙田 真是打的其实蛮好的 但是真的让人很担心他的经济 他这么打下去 其实是个伏笔 从12分钟的时候就能体现 体现出来这个蒙田 他的一个坦度到底跟不跟得上了 这把其实还要发育 还要发育 要没冲击没用的 要等暗影战斧 加上一个中施 就爆发了 不然他只有暗影战斧的话 还这么发沙的 还可以吧 比酷鞋的下侯有钱 而且虽然我想要配合 击杀这个蒙田的话 3500 得三件套 起码三件套 暗影战斧综师加无尽 3500 3500 跟活5的经济持平 主要这个是不是他的体 这是XY这边太穷了 下侯顿的经济跟张飞是一样的 好好好 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那这样塔追回来两桌 XY现在开始把经济 又清晰给修斗了 5个人这一波 这个防御塔 感觉应该是不好守的 这防御塔只能让了 九月也在单带 中路 这一波怎么说 我除非像活5啊 这英雄赶过来 其实只有金拿 他没太好的办法 只有金之宫 还想来中路配合反 大刀先轰一炮 没有想要自己家的一个二塔了 那九月直接不要 不要浪 上面同学来 要不要 痛痛痛 雷梦闪现拉开 小鞋没了 紧不住啊 他怎么换下他了 他是洋装手 不实责拿龙 但是答不意是真的果断 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开 开了九二塔 开的人是林梦 对 只要先开西式 快走快走快走 走掉了 哎呀 好好好 这波的话等于是 啊 兄弟割了波草 但是丢了一条龙 而且二塔的话撕血了 现在WE的下路二塔 已经单独吃掉两波兵线了 嗯 这个 现在九月应该比较 很大的 龙掉的太容易了 嗯 这么大的优势 龙掉的容易 然后兵线控的不是很到位 你看现在苏尚香的经济 已经和 CNW的一号位 悬影这里的橘柚精 已经吃平了 可怕的 以及反超 一号位是悬影 对CNW 5600 6600 配恩的经济不够 再刷再刷 而且修斗这把可不是真香 他是太香 他是没有太 他是没有那个太义战人的 这一波蓝拔不接不接 要等孟掉一个吧 想直接做穿运弓 孟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很容易被开 现在的蒙田被吸食两段拉 如果拉进塔的一个攻击范围内 冬黄太医看情况再补一口 能杀 绝对能杀 你苏尚香这个经济够的 他在甩个二技能 减甲 再减个10%的护甲 张飞在不交大的情况下 把这个蒙田被拉到就得死 尝试了一下用大招 蹲着有点小危险 就是 其实常年朝这种地方甩 下路 让九月去带 因为九月带其实别人不好管的 只要 只要四个人正面顶得住 九月多带两活 他们很难受的 现在W得稳头一点 鱼子他又不敢去抓 抓药 但这个经济差 追着追着回头两个大招 踩到脸上直接扮完血 你没法打 这条龙能不能控下来 这条龙能控下来的话 直接往那边挤 跑了个大招 没事吧 兄弟 侧面 哎呀 这个蒙田被一窗 哎呦 这个位置 这个有点是关羽跟张飞的味儿啊 倒了之后 XYG的河没了 这个太像XYG那把宽宇佳张飞了 两个人接力 正面张飞后 然后按从背后 开大招冲出来 直接接上 哎呀 措手不及 这部位置卡的太前面了 看一下 每轮每换的团阵 就是想上来探草 然后张飞在草里 猫子这一口 大招上来挂到了 冲上来一枪 关键局控乘三 两个龙都要 双龙一起拿 看他龙没了 这是又一波机会 在上一波慢起来之后 又一波节点 看能不能抓住 因为现在秀斗死了一次之后 稍微延缓了下的经济发育 但碰巧也快了 他现在已经是穿英公家 加那个苏伊之枪 拉走 拉走 打不死 队友没到位 没办法把他拉 拉进身位 而且有张飞 张飞可以拆火 对 现在不适合打 要拉的话 还是拉到塔里打好一点 单纯拉回来 想秒不太现实 这局这个张飞加蒙田的话 然后物流出专精装了 确实 其实拉 就算拉到蒙田 他们也挺难去打击过的 完了 我张飞 挂一下后 我自己说 我咬到 咬到 咬住火舞进场 啊 二二块钱到手 强杀射手兵线送进来 九月的强行进来手了 但伤害不够啊 柴鸟恭喜 西安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打得非常漂亮 MVP张飞 也可能是蒙田 那张飞 最后两拨仙手打得很漂亮 对 那蒙田全程一直在做事 我觉得可以给小岸 是的 评论西一会儿也会聊到这个点 也就按金铭选手今天的表现 值得一夸 他今天不管拿到任何英雄 他的存在感十足 而且他给队伍提供的帮助非常大 他就是 因为在整个现代问题里 也和射手 他又说需要这么一个 干苦活累活的男女 做事的一个人 对做事的就是不要钱 我就不爱 我不爱拿钱 我就爱干活 这种人很重要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裴联系 恭喜W扳回一分 真的非常精彩 一定要给暗哥鼓个掌 我跟你说 前面一直在铺垫 就是说他今天的状态很好 发表很好 怪我 等下到点我必须必须来 谢谢逍遥网 谢谢你的玉龙湖 林湖 好吧 伤害不够没拖到后期 那一波太伤了 捅到了后 直接一枪直接在中路戳爆了 掉了两条龙 然后前面 然后伤害拖不到后面了呀 对面前面两个护甲坐了 还没拖到破晓 这感觉 是有点难捶呀 兄弟们 后来专精张 现在他们还是玩专精张飞的比较多嘛 一脚踩上去 50%输出没有了 其实虽然像 后面输出 如果被张飞碰到的话 也是难得打输出 好吧 你搏金 钟吴彦现在赛季能完